在这一边我要教大家 solve problem of linear motion using linear motion equation ok 在这边 linear motion equation 它总共有5个 equation 然后这5个 equation 你都要背上来 然后你一定要把这5个 equation背到很熟 这样你才能够呃去做那个 呃它的应用题 ok so我们在这一边呢 它的这个图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这5个 equation里面它有5个 unknown ok 那5个 unknown是什么呢 the initial velocity 开始的velocity是U 结束的velocity是V 然后它的加速是acceleration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displacement 它用的时间是time 这5个 unknown 我们在这5个 equation里面 我们有用了5个 unknown 那5个 unknown是什么 U V S T 还有A 这5个 unknown ok 好 然后那5个 equation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的那个velocity equal to displacement over time equal to displacement over time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学了的 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它的那个速度 然后等于什么东西 速度等于那个距离除以时间 距离 距离 然后除以时间 这样 距离除以时间 这个就是速度 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 OK so它的velocity等于displacement over time 然后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我的t乘上去啦 然后s等于vt 也有一些老师会讲s等于v乘以t 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容易的情况之下 我都是被一个而已的 我就被最原始的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 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学的那一个equation 然后第二个equation是什么呢 第二个equation是 我的加速acceleration是v-u over t OK 就我 我教我的学生是什么东西呢 我教他们 那一个加速是结束的减开始的除以他的时间 这个就是他加速acceleration 结束减开始除以时间 然后 结束减开始除时间 end-start-time 这个就是acceleration 结束减开始除以时间 然后 这两个 这一个结束减开始除以时间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primary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就学了 这个其实我们在form2的时候就已经学了 加速acceleration等于v-u over t 好 他总共有五个 然后这五个里面呢 呃 像这一个 其实对一些学生来讲 他看到很多个 为什么他看到很多个呢 因为像我的这个a等于v-u出t的时候 我把我的这个t的t上去 ok 然后再把我的u盘过去 所以他就会变成at等于v-u 然后过后这个再把它搬过来的时候 然后过后这个再把它搬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那个什么 v at 加u 所以v等于u加at ok 这样你需要两个都被 我是觉得不需要啦 我自己本身都是被a等于v-u出t啦 我我需要用到 呃v等于u加at的时候 其实我用a等于v-u出t 也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所以这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你背一个就可以了 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你两个都要背可以 像你要你有u有a有t 你要找v 你直接用v等于u加at 你就不用搬哦 可是像我我用我有u有a有t 我要找v的时候 我搬这两 我就放进去了 然后我要找v 然后我再来搬 这样我还是可以找到v啊 只是这个是直接找到 这个就要做一些动作 ok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 词点 ok 第三个equation呢 词点呢 我们在那个 stgraph的时候 还有u vtgraph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在下一个环节 2.2的环节那边 我们有那个vtgraph就是velocity to time the graph ok在vtgraph那边呢 我们会学一些concept 然后他的concept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啦我在vtgraph里面 ok我要找他的斜度就会变成他的acceleration 我找他的area under the graph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找他的那一个面积 ok我找他的面积的时候 这一边这一个我要找他的面积的时候 或者找他的area的时候 就是代表他的displacement ok在这一边他的time是0 time是0 然后time我给他是题 time是题 然后他一开始的速度我叫他u 然后一开始的速度我叫他v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我要找这一个的面积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trapezium oktrapezium trapezium 然后这个trapezium呢 我们知道这一个是t 然后这一边是v 他的高度是v 这个的高度是u 然后我们的那个area of trapezium 就是说我的area for trapezium 是什么他的formular 这个我们在form1的时候就有学过了 所以area of trapezium呢 他是1 2 上 加 下 乘高 ok 我这一边我的上是什么东西呢 我的上是这一个 我的下是这一个 我的高是这一个 ok 所以我的1 2 上加下乘高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的displacement s 等于1 2 然后u 加v 乘t ok u 加v 乘体 二分之一 u 加v 乘体 好 so 在这一边 s等于二分之一 u加v 乘体是我第三个equation ok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有第四个equation ok 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 在这一边他的这一个 二分之一u加v 乘体 ok s等于二分之一u加v乘体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第四个equation 怎样来呢 这个是我equation 1 这个是我equation 2 我sub我的equation 1 into我的equation 2的时候 我的s等于二分之一 然后u加v他的v是u加at 然后乘体 然后他就会变成二分之一 然后2u加at 然后再乘t 所以二分之一乘u就u 然后他就变成ut 加1.2at square 这样就拿到了 ok 然后 嗯 在这一边呢 呃他还有另一种做法 第五个equation呢 他有两种方式 第五个equation呢 他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我把我a乘上去了 然后t乘上去了 我再把我a 呃 乘回下来 ok 我再把我的a乘回下来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第五个equation的时候 我的那个t 会是等于v-u over a 然后这个是我equation 3 然后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的s等于1.2u加v 然后乘v-u over a ok v-u over a 所以我这个u加v 其实是v加u啦 v加u乘v-u 就v square-u squar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把我的2跟a乘上去 我把我的2乘上去 a乘上去 所以我就有2as等于u加v 乘v-u的时候 你乘出来会变成v square-u square 然后我再把这个u square 翻过来的时候 他的这个v square 就会变成了u square加2as 这个是第五个equation 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呢 第五个equation 我以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找到 然后我看到课本呢 他的做法是这样 他在找第五个equation的时候 他square both sides for it ok 这样我就有v square等于u加at的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v square等于u square加 那个什么2uat加a square t square 哎是吗 来我看一下啊他在这边 ok 然后他再把那一个呃 什么2a抽出来 2a抽出来他把2a抽出来 这个u square加2a抽出来 ut加1.2a t square 他把2a抽出来factorization抽2a 所以所谓的抽2a就是我把2a抽出来的时候 我这边除2a这边也除2a 然后我的22月aa剩下ut a月at square1.2a t square 然后我的这个ut加1.2a t square 这个是x来的 所以他这个变成u square加2as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总共有5个equation ok5个equation so这5个equation呢 呃你都要把它背上来 ok 嗯 来在这边第4的这个我再慢慢讲一下啊 我们的equation2是v等于u加at 然后我的那个equation2是120u加v成体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的这一个呃 v等于u加at 我放进这一边里面 他就会变成120u加u加at加t u加u变成2u ok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做的事情就是 我把我的这个120乘进去 在120乘进去120乘2还剩下u 然后再乘t ut 120a t的square 然后呃 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 我把我的t乘上去 a除下来 所以我的v-u over a t-v-u over a 这一边的这一个呢 我的这一个我就把这个变成equation3 我放进这一边里面 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 equation2 所以他会变成120u ut然后v-u a 然后我把我的2跟s t上去2a乘s2as 然后我的u加v乘b加u 这一边我刚刚省略了 ok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呢 呃什么我的u加v u加v 乘 v-u的时候 我是想象成v加u-v 我想象成是v加u 乘v-u 平方差公式 所以他变成v2-u2 然后当然这一种呃 东西呢 他还有另一种更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你manual的这样跟他乘进去 就是我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这样乘乘乘乘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 那个uv-u u2加v2-uv 然后我的uv-uv就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就会变成了v2-u2 就是这样 所以我再把我的u帮过来 他就变成v2 a等于u2加2s ok 所以在这边你可能会感觉到 哎老师你是在教physics还是教数学 我是在教数学 哈哈哈physics里面的数学 ok 就对于数学老师来讲呢 这一个部分呢 他是很数学的东西来的 然后呃 你用数学的角度这样来讲解的话 就好像你懂 在我们的那个mm的那个 呃 from 4 就是说我的那个modern max from 4 chapter 7 里面我们就会学到我的vt graph 他的area under the graph 会是等于他的displacement 这样 ok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 呃 呃 这样的一些做法 然后第5个equation的另一种做法 我觉得比较麻烦啊 就是他v等于u加at 他两边都square他 然后过后这边抽2a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放进去 这个呢是这个ut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是s来的 这一个是s来的 s来的 这样 好 好在这边我们有5个equation 我们在什么时候来决定用哪里一个equation 是取决仪 如果我在题目里面我看到v s 跟t 这三个里面其中两个 叫你找另外一个就好像他给我s 给我t叫我找v 那我就找这个 然后我在这边我的这一个他是有u有v有a有t 就是说他这四个里面就是说他这四个里面他给你其中三个 b有u 然后有a有s没有t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一边他这一二三四这四个equation里面呢这个是没有 没有s的 a等于v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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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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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正的重点呢还是那一句 你必须把这五个 ok 这五个 equation 呃 其实这五个这五个 equation 背上来 其实我们只是背三个 equation 然后这三个 equation 里面呢 其实只有两个 equation 是 难背的这一个你用我的这个graph 的方法来背 u 加 v 乘体 gip 2 u 加 v 乘体 这样你就很容易可以背到他了 然后我们这五个 equation 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样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我们用单位 你看这一个 的dispacement的单位是meter time 是second 所以我的velocity 是meter per second ok meter per second 然后这一个 u 跟 v 都是meter per second t 是second 所以meter per second 在除second的时候 他就变成meter per second 的square 就是acceleration 然后我的 1.2u 加 v 乘体的时候 1.2是没有单位的 然后我的这个 u 加 v 乘体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我的u 加 v 这一边 他是用meter per second 然后这个是second 所以我的meter per second 在乘second的时候 个个 所以我剩下的这个的单位 其实是meter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这一个呢 我们的那个dispacement s的单位是什么呢 是meter 然后我的ut是什么呢 我的u呢 是meter per second 然后我的t是second 所以meter per second 再乘second 我剩下的是meter 然后我的a的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我的t的square 是我的s的square 然后我这样越越 他也会变成meter 的所以我们看单位 我也可以记得 他是a配tsquare ut加120 atsquare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v square u square的时候呢 我原本是meter per second 然后我square他的时候 他变成meter square per second square ok for u跟v都是这样 for u还有for v都是这样 我的2as的时候 2是没有单位的 a的单位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s的单位是meter 所以他乘出来的时候 他变成meter square per 那个second square 所以我的v square 等于u square加2as ok 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左边跟右边的单位是一样 你是心里想s等 12u加v乘t 然后我的那个 呃什么 呃 s等于ut加120 atsquare 然后b square等于u square加2as 这样啊 你这样 这样你就心里想啊 s是emeter ut是meter a tsquare也是meter 所以这个equation我是对的 然后 呃meter square x square mester square x square meter square x square 这样啊 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对单位 对单位的一种方式来背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呃 第一个第二个是from1的时候就学了 from1 from2的时候就背了了 然后这个120 u加v乘t 这个就不难背了 ok 我有时忘记的时候 我就想一下这个图哦 u加v乘t 120 u加v乘t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有这个s等ut加120 atsquare 然后还有v square等于u square加2as v square u square 这个不难了吗 v square是结束的square u square 一样的东西吗 都是velocity的square吗 然后再加2as啦 这样啊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把这5个equation 都背上来 好来 接着我们就看example1 这个题目 ok 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我读题目的时候 他说 a bus move from rest 在这一刻的时候 你看到rest跟stop 这样的一个字眼的时候呢 他就代表u或者是v 会是等于0 他start from rest的时候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u等于0 然后他的acceleration 你要确定他代表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看他单位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这个是acceleration a等于2 for 5 second time等于5 然后他要你找他的velocity等于多少 然后after 5 second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我有 啊 a u t 我有a u t 我要找v 我有a u t 我要找v 所以我在这边 所以我在这边我的a等于v 减u over t的时候 我的2等于那个v减0 over5 所以我的v等于2乘5等于10 meter per second 就是这样 当然你有背另外一个equation 就是v等于u加那个at的时候 ok 然后所以我的v我的u是多少 0 a是多少 a是2 t是多少 5 所以我就直接拿到10meter per second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就是你这5个equation 你就根据他给你的和他要你找的 然后哪里一个equation有 然后你就放进那一个equation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是这个 然后是这样 所以我就用这个equation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在这边他有一个sport car move around a straight track velocity是这个 然后3秒之后 然后他到达50 然后他要找他的dispacement dispacement是什么呢 就是s 然后我的u是40 一开始的速度 这个是u 结束的速度 结束的速度是v 结束的速度是v 然后3second 这个是t 所以我有u 有v 有t 有s s 等于120 u 加v 乘 t 你看 我有u 有v 有t 要找的是s s 所以他就会变成102 然后40 加50 乘3 90 45 乘3 135 然后meter 所以我在这一边 102 然后 乘挂弧 40 加50 ok 然后乘3 我拿到是135 所以他是135 meter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有一个运动员 start his run from rest stop rest start的情况之下就是ui的 所以就是说我的u等于0 maximum velocity up accelerating uniform from 8 second 这个是time来的 所以我的u等于0 我的time等于8 displacement是40米 这个是s 所以s等于40 然后他要你找a等于多少 ak so我们s等于u t加102at 你看我有u 我有t 然后我有s 我要找a 所以我的40等于0乘8 加102a 8的square 然后40等于864 64除2就32a 所以我的a等于40除32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40除32 然后我拿到是1.25 所以我的a会是等于1.25 1.25 然后meter per second square 记得你要记得他的单位 ok 然后 所以他的这一题是1.25meter per second square 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4 ok 嗯 example4这一边呢 Maria 骑脚车 他的velocity是8 他突然break 然后stop 这样就是讲这个其实是我的ui的 u是8 一开始是8 然后他停下来v是0 distance2米 就是说他的s等于2 然后他问what is the acceleration a等于多少 a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有v square等于u square加2as 我有v 我有u 我有s 我要找的是a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0 square 没有这个对0square 等于8square加2a2 然后864加4a0 4a等于-64a等于-16meter per second square so他是deceleration 16-16 所以negative value show that Maria accelerate at 这一个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motion ok 其实他叫做deceleration 减速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减速 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来到formative practice2.1 然后他要我们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stance 和displacement speed跟velocity so 这一个是scalar 这个是vector 这个是scalar 这个是vector 然后这个magnitude only 这个magnitude and direction magnitude only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所以我们找回那个课本 前面的这一边 table 2.1 comparison between distance and displacement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这一个 ok so distance呢 是 那个 length of root covered by an object 然后distance 是shortered distance between the initial position and the final position in the specific direction 然后distance is magnitude depend on the root covered by an object dispacement is magnitude is the straight line distance between the initial position and the final position 开始跟结束直接 然后distance 是scalar quantity dispacement 是vector quantity 然后同样的 在这个speed 跟velocity呢 我们课本 这边也有这一个 这两个 equation 所以我的speed呢 那是rate of change of distant travel distance travel over time taken 然后velocity是rate of change of displacement 然后那是dispacement over time taken ok 然后同样的 这一个也apply在这一边 就是说 我的这个speed 是scalar 然后我的velocity 是factor 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这一边 ok 他有一个一辆车 moving along a straight line at a velocity of这个 reduce at a concern rate until it stop after 5 seconds 这个是time 然后until it stop stop就是他结束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u等于30 我的v会是等于0 t等于5 a等于多少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v有u有t 我要找的是a 所以我用的是a等于v-u over t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就会变成0-30 over 5 所以他是-6meter per second square ok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单位你不用写 你到了最后的答案的时候你才来写单位 这样就可以了 呃 acceleration ok 然后这个呢我们要怎样讲解呢 这有negative value ok 和show that the car 在这一边这一题 所以我们参考我们参考刚刚的那一个例子的这一个 的写法 ok 就是那一个 negative 这一边 show that the car has a the rate at 6 6 m2-2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motion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 Aina rides a smart personal transport at Perdana Botanica Garden The transporter accelerates uniform from a velocity of this to this 所以这一边我的U是1 我的V是5 0.5 minutes的时候呢 我的T等于0.5 minutes 等于0.5 x 60 seconds 所以它是30 seconds 你要记得哦 你的单位要对齐 meter meter 然后second second 你还要对second哦 然后题目要的是S等于多少 Displacement 所以我的S等于120 U加V乘T So在这边我有U有V有T 我要找的是S 所以它是120 1加5乘30 然后这个6除2 3 90米 所以它答案是90米 所以它是120 然后挂弧1加5乘30 然后它变成90 90米 就是这样 90米 好 好 好 所以这一边呢 这一个Formative Practice 2.1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2.1 的Solving Problem of Linear Motion Using Linear Motion Equation的部分 就讲解结束了